自美国7月6日挑起对华贸易战,至今20多天,在这一阶段,中美进行了340亿美元量级的交锋,双方互有攻防,各自得失有待进一步评估。 再显然,在华盛顿的贸易霸凌面前,中国没有屈服,并让华盛顿切身感受到中国绝不会在高雅下屈服的坚定意志,按照美邦的规划。 8月份,白宫将决定是否对16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。 8月底,白宫还要决定是否执行此前公布的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。 白宫做何选择,直接决定着中美贸易战,是走向理性缓和,还是恶性的紧张升级,中方对此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。 但球无疑在美方,华盛顿却非说球在中国一方,就拿足球做个比喻吧。 美国的关税大棒,相当于在球场上不踢球,却故意朝着对方球员身上踢,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就相当于在禁区练手球,这些都是该被红牌罚下的严重犯规动作。 但美国直接把裁判轰下场,自己既当运动员,又当起了裁判员,这不仅是三场子,也是砸了整个项目。 在中美贸易交锋期间,华盛顿的确放出过几次信号,表示随时做好谈判准备,试图把球踢到中国这边。 他这么说,第一当然是为了推卸责任,美国的贸易讹诈作法,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,尽可能将责任推给中国,可缓解它以一股行的外部压力。 其次,也出于国内议论的需要,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看法,也是高度分裂的。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和升级,必然有更多的人,企业和产业利益一直接受损,但对的生意必将更大。 如何做这部分人的工作,是白宫面临的日益兼聚的任务。 有学者认为,这还是华盛顿心虚的表现,他其实知道自己不占理,当发现自己低估了中国反制的决心和力量之后,更是对打赢这场贸易战失去底气,因此开始为将来的历史责任,认定作舆论铺垫。 这种看法不亦求整,可作为观察华盛顿年型的一个补充性角度,实际上,华盛顿从一开始就是强大的行为,和流氓的逻辑配合运用,它会无关是大棒,是典型的强大行为,而同时用流氓的逻辑,将这种行为合理化,建议化。 美国拥有强大的话语能力,强词往往夺理,这一次算得上是美国最广注的时候,但也要看到,华盛顿还是护耀住了一些人,这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,但是实际不以强词而转移,中美不是没有谈判过。 在7月6日之前,中美进行了数个回合的谈判,并一度达成共识,当国际社会以为中美贸易战熄火的时候,华盛顿再次撕毁已经达成的协议,出而反而,最终挑起了贸易战,并无所顾忌地推着它快速升级。 整个过程中,中国一直在真诚地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,而美邦却言而无信,得寸进尺。 当美邦将自己在中国社会的公信力摧毁之后,贸易谈判也就失去了前提,转眼就是8月,华盛顿的王炸都一亮了出来,它会不会在8月打出来,还是不打出来,中国都会给予应有的回应,怎么打这副牌,怎么踢这个球。 纠结的是华盛顿,贝恩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